的副作用 他们自己讲的 有什么副作用 他们其实都写得很清楚 我们也看一下好了 大家念一下好不好 化疗的起源 是世界大战后 发现戒指器 一般的白细胞 就认为戒指器 杀死导 血病的变异白细胞 于是戒指器 就作为杀死变异白细胞 及其他癌细胞的良药 癌症就是良药 就是这样来 那个戒指器 在德国的时候 大量被用 因为当时候希特勒 想怎么样 他有一个叫德国是 世界最优良的品种 所以他们想 把次种的人名杀死 就是犹太教 犹太人民 所以他们常常会把他们 关起来 然后就是用戒指器 把他们毒杀 所以这个是很毒的药 那因为它是毒药 结果白血病 就是白血球一直增多 结果用了这个戒指器 它白血球就会下降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个毒气一杀死 不是吃白血球 你连红血球也会下降 所有通通会下降 因为生命奄奄一息了 对不对 什么功能也会下降 那竟然他被用在治疗癌症 癌症的病人都已经很虚了 结果这样一化疗之后 能一定更虚 这就是他的延期 那延期之后 一般虚了之后 一般患者副作用就来 那我们再接下去看 好 大家再念一下 由于化疗对癌细胞和正常细胞 没有分辨能力 多次化疗后 头发脱落 表现为一系列的功能混乱与失调 如精神不振 食欲下降 身体衰落 疲乏 恶心呕吐 这个就是副作用 一系列都来 其实我常常想 如果当你们吃一种东西 会让你们产生怎么样 恶心呕吐 然后精神疲乏 食欲下降 如果吃到这种东西 你们还会不会继续吃 如果平常吃到这种食物 你们绝对不吃 吃到拉肚子了 上肚下泻 还要吃才怪 但是如果哪一天医师跟你讲 这种东西可以致癌 你们吃不吃 当你们得了癌症 吃了 因为我们相信医生 确实医生也讲得白 这个毒药就是要治疗癌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好 一身体衰弱 现身 精神萎靡 出嘘汗 四岁的 二 骨髓抑制 引起骨髓 盛者 红血球 下降 好 这个就是白血球下降 其实我们所有的血小板 红血球 通通会下降 这等于整个抵抗力都变差了 这就是他们的理论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好 我们也就不用念了 大概了解一下就好 消化障碍系统 也就是胃肠 一定会产生怎么样 很多症状出来 再来呢 炎症 有时候口干 口破 还有什么发烧 这些都是它的副作用 好 再看下面 好 你看哦 心脏毒性 也会损伤 怎么样 心脏 然后会造成这些症状 甚至到最后 心力衰竭 我跟各位讲 癌症大部分都不是死在癌细胞 到最后都是怎么样 衰竭而死亡 真的就是 那衰竭而死亡 结果 西药所做的一切 就是让我们身体怎么样 各种器官进一步衰竭 那不是 你就知道 这是不是很颠倒的事 那大家在看 连肾脏都会有毒性 所以也有很可能 很多人做了这种 化疗药 也可能造成怎么样 洗肾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好 再来肺部 还有静脉炎 我讲一下 肺纤维化 它就是一直 这些毒性 会让我们的组织坏死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癌症患者 也是蛮可怜的 他说他体力非常好 结果很不幸 检查出来竟然有肺 肺部有癌细胞 西医就叫他要做化疗 那化疗 他做了六个疗程 旁一般的患者都已经怎么样 掉法 然后吃不下 奄奄一息 他说他做完六次 好像也无动于衷 体力还不错 但是癌细胞还在转移 所以就接受西医的说法 继续化疗 西医说你身体果然好 撞得跟一头牛一样 结果做了二十几次的化疗之后 这一头牛还是牛 但是已经变成气喘如牛 就走几步就气喘 那时候是撞得一头牛 现在是气喘如牛 所以大概来找我的时候 咳嗽一直没有好 用红豆袋推拿就是好不了 那时候我就说了 这时候已经是肺纤维化 那组织已经坏死 所以隔没有多久 我看他应该也是往生 所以一个这么壮的人 也不堪怎么样 多次化疗的摧残 真的是这样 那再来静脉炎 我太太就有常常打针 打到那个静脉都打不进去 所以最后这里挖个 从血管它装个 然后药就滴进去 用这样滴的 所以这些药 本来就是会对我们的血管 有伤害的 毒药嘛 不就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好 神经系统 有些到枝端 尤其像紫山唇 到最后手脚都会麻 手脚麻 西方医学是没有药 这一方面我们倒有方法 就是影状机这里揉揉会好 我处理过很多这样类似的癌末患者 好 肝脏 我就说什么药 所有的化疗药都会引起肝功能损坏 所以早上我们朱总就在谈 他的朋友就是肝癌 所以肝癌你在用化疗药一定会损害肝功能 这西医都有说了 任何药物一定会 那不是在吃毒了吗 肝本来就要解毒的 结果你又喂他毒药 那一定会更严重 所以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我跟各位讲的就是 有一个台湾就是白河的患 我的患者告诉我 他姐姐也是因为乳癌 乳腺癌 然后乳腺癌割除之后 那西医叫他要怎么样 做化疗 他化疗一段时间 没有多久 结果他就觉得人很不适 结果一检查肝功能 异常就是一直伸 上身引发猛暴行肝炎 那西医就赖了 他们西医就说 你是不是有吃中药 结果那个患者说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吃 这个医师还是不死心说 那你有没有吃什么 任何健康营养食品 患者说我也没有 我就听你们医院 叫我吃什么 就吃什么 其他就是三餐 西医一听 好像耐不掉了 就说 那这样化疗药 引起这样猛暴行肝炎的患者 不多啦 算你好运 只能这样说 结果他们就说 也没办法了 只好怎么样 暂时不要再致癌症 先把他的肝 因为现在肝已经很危急了 先处理肝 结果为了治疗肝 没有多久也是一样 这个患者就往生了 往生 你别以为肝在吸真的没什么药 你们不要再想以为有什么药 所以他去很快就怎么样 前后多久呢 比早上朱总讲的几个月还悲惨 前后两个月就走人了 那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我记得有一个我们台湾的志工 王老师曾经来大陆 他就讲 他就是有一个朋友 就是也是猛暴型肝炎 很严重了 然后进去医院 那进去了之后 那他就去看他 看他的时候 他那时候肝指数还在一千多以上 那我看 就是他进去的时候 就带了温敷袋 还有准备帮他按推 就去看他正要喝冰水 他马上阻止他 因为他听过课知道 所有重大疾病 都因寒性体质引起 所以他就禁止他喝 然后把冰箱所有的东西 一扫而空 全部不准他吃 然后帮他按推 按推完再温敷 说处理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患者怎么样 处理完之后 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 然后体力一下子 就感觉非常好 然后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外 送出去 隔一天医师来检查说 你是不是有吃什么药 或是针灸 还是什么推拿 要不然怎么可能 因为肝指数已经下降到 接近正常 这个患者也不敢讲 也不敢跟医师透露 说没有没有 那医院还以为是他们处理得当 好了 也很高兴 那你们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就给他出院 那这个出院之后 一段时间就请我那个志工 讲一个故事 他说 其实同时期进来的有六个 都猛暴行肝炎 他是最严重的一个 结果活下来的 也只剩他一个 其他另外五个人 都死在医院 所以他特别感恩这个王志工 就是帮他这样处理 然后教他温敷 叫他冰水不要喝 躲过了这一劫 那这样肝 我说肝到西医真的没有药 而且肝病很多一定要辨证 很多都重大的都是阴寒年纪 不要以为肝就是只有肝火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样任何的化疗药 一定都会毒到肝 所以当你肝癌 其实西医都知道 肝癌他们治得不好 所以有时候他们不用化疗药 就用酸三 就把血管堵住了 让怎么样组织自己坏死 那你干脆把这里头脖子一扭 不是一定也会死吧 就血流不过来都死了吧 这种是 所以我说所有的一切 他们的想法真的太微妙了 你知道 想法怎么会把那个 然后堵住让组织坏死 然后癌细胞就死了呢 所以所有的毒药跟这个方法 不都是在杀害我们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接受呢 我问各位 为什么 因为传统的理论 不是 传统的中医 没有这样的理论 是西方医学进来的时候 我们开始完全相信 科学是进步的 所以我们已经完全都接受了 所以我这样提 其实这样 我说一路在做癌症的时候 我感受特别深刻 那你们想想看 这些副作用这么大 而且药那么贵 你们知道毒药很贵 比你们所有的药都还要贵 台湾一年光癌症的治疗 就花掉300到400亿 如果你们除以5 就等于你们人民币 差不多将近100亿吧 81到100亿之间 那这样我在去年美国 有一个患者也是跟我讲 他先生得了癌症之后 他也是用西方医学的化疗药 花了人民币200万 结果一年左右 如果药还没有吃完 他的先生走了 所以癌症很多都会搞到全家怎么样 财政相当困难 那患者呢 又被搞得怎么样 奄奄一息 你们看了片子 我不知道你们作何感想 那我也一直在想 人怎么会这样 也就是吃了东西 让你拉肚子你都不吃 掉法肯定更不吃 那身体已经发出警告的讯号 但是当我们病了时候 我们都会相信医生 是吧 这样大家想想看 真的能逃脱出来吗 真的吗 我在去 老实讲 那前几年我都还在收集台湾 台湾很多案例 像一个佛光大学的校长 叫赵宁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他也是作家 叫赵茶坊 台湾人都知道